恭喜你打得很精彩 退後一點 謝謝你 你非常謝謝 請恭喜你 打了一場那麼激烈的比賽 觀眾們看得很精彩 你對這場比賽有什麼 我覺得我 因為團體賽肯定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今天會 就是沒有平時自如吧 對而且對方今天也打得很好 因為他非常耐心 然後非常的穩定 所以如果我稍微有點心急的話 就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其實今天整個還是 就是不如他耐心吧 然後對 因為這場比賽 他會有一點壓力 然後他不會在她的風格 然後他不會在她的風格 然後班康 他必須更加忠誠 但他不會在這場比賽 更加忠誠 所以我傷停完牛角後 連續丢了好幾分 這也讓我自己的比分又更落後了 但是其實也會有好處 就是我就不會那麼心急了 對我就會開始比較耐心 然後去拉掉 然後因為我換邊之後 又是在逆風邊 所以我可以做到更加的 更加的慢一點吧 對然後我的腳 可能在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又會 又會活動開 就會好一點點 但是打完下來之後 馬上停下的話 再打完後 他會有一點點 不舒服 在這場上 她不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她失敗了很多點 然後她會覺得很好的 她會覺得很不錯 因為她不會再打算 在這場上 她會打算對方 她會打算很輕鬆 然後她會打算很輕鬆 然後她會打算更加的 for better in the game 雖然她看起來 一直要抽筋了 但是她其實在場上 每一個球她都能救到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也是 就是如果比較著急 想去打死她的話 反而自己会失误 因为有比分的压力在嘛 那最后还是告诉自己就是 冷静一点 慢慢拉 慢慢拉 然后相信自己 Even though it's like Aung Sae Young is got a cramp in the same time but she never give up but at the end she told herself it's like relax and then try to play slowly and then put in her game 这场比赛会不会是胜利中最激烈 就是我讲最疯狂的一场比赛 我算是吧 就是可以排进前三个呢 对 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这个决赛 其实奥运会决赛我是起码是保持领先的 虽然也比分很胶着 但是我领先的话压力可能没那么大 但这个就是一直落后 所以压力会比较大 这场比赛会是很大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比赛 但是在最后她得了第一尾 然后在最后她成为了一分队 成为一个领导 谢谢